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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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時間的聚散 只因為我們所謂的緣分 我不知道這是你的藉口 還是我把愛消得太天真 我不瞭解天長地久 要用這麼多的寂寞來的 是你讓我的心痛一天比天生 那人在風裡 人在雨裡 人在愛的歲月裡漂流 我不能從頭不能停留 不能抗拒命運左右 想斬脫為愛帶的枷鎖 熄滅為愛點亮的燈火 一個破碎的緣破碎的美夢 有它有什麼用 人在風裡 人在雨裡 人在愛的歲月裡漂流 我不能從頭不能抗拒命運左右 就這樣鬆開緊我的手 熄滅為愛點亮的燈火 讓愛走 讓愛擁有自己的自由 讓愛走 春香妹 要不要看大夫啊 不用了啦 這姜湯多喝幾碗就好了啦 我們這個門啊窗啊不用關這死井嘛 開門透透氣嘛 好吧 相府千金大駕光臨寒舍 可這是彭碧山輝光可見人 不知道您是想來興師問罪呢 還是想來桌見帶床啊 都不是 好 姐姐 我可以稱您一身姐姐嗎 不敢 我叫江貴英 來 請進啊 來 請坐 好 貴英姐姐 真是風華絕淡 艷麗脫俗 難怪奎哥會對您施迷若狂 今日有心輕讀姐姐面輪 我知道 不能責怪奎哥 只能怪我自己 是我自己 根本不能跟姐姐相比 根本不能跟姐姐相比 您客套話說夠了吧 可以打開天說說亮話了吧 淳香 我 不 我今天前來 是想要請您高台貴手 小妹一定會鳴近五內感恩不敬 是 您是堂堂的相府千斤 有財有勢 又有相公明媚正取的名分 其實應該是我這個藏身靈眼 不見天日的博命人 瞧你網看一面才對呀 不 姐姐 小妹心裡很清楚 從我成親的第二天開始 相公就對我百般哄騙 敷衍 我好像 從九霄雲端 忽然被重重地摔下 跌到無邊無底的黑暗深淵 我日盼望 夜夜絕望 就算是萬丈深淵 也應該有盡頭 可我的痛苦 是不是只有一死 才能夠結束 姐姐 我求求你放我一條生路 我沒有了奎閣 我真的活不下去 姐姐 你起來 起來 請起來 不 姐姐若不當意 我就不起來 你這不是耍賴嗎 你叫我們桂英姐怎麼放你一條生路 這男人對一個女人 愛就是愛不愛就是不愛 王奎來找桂英姐 總不能叫桂英姐踹她回去吧 再說 就跟她回去好了 對你敷衍了事 你不咽吼死 這道理我也知道 所以 我要求桂英姐姐成全 原本 原本奎閣她是十分愛我的 除非 除非 除非我放棄王奎把她給交給你 對不對 這怎麼可以呀桂英姐 你千萬不能答應她 桂英姐姐 我這樣求你 不只為我自己 也是為奎閣好啊 這話怎麼說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桂英姐 一定是王奎那個混賬東西 想對你使亂中氣 自己又不好開口 所以才唆使崔婉兒來施苦肉計 想讓你自己退出 天天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啊 崔婉兒 你回去告訴王奎 門都沒有 不 事情不是這樣 是我自己來的 桂英哥根本不知道 那我真的不明白了 以你崔婉兒全世 不管又名又案的 都可以輕易地把我剷除 實在犯不著 這樣拋棄子尊 低聲下氣地對我哀求啊 因為我 怕此事已張揚 我爹絕不容許 我遭到背叛的恥辱 和委屈 她一定會狠狠地對付奎哥 所以 我寧可在此屈膝跪求 為了奎哥 我連姓名都可以不要 我犧牲尊嚴 又算得了什麼呢 這 桂英姐 不要理她了 我 桂英姐姐 只是抱不住火的 我相信我能找到這裡 我爹總有一天 也能夠找到這裡 我們都愛奎哥 該怎麼做 我們彼此心知肚明 好嗎 哎呀 桂英姐 崔小姐 你放心地回去吧 我自有主張 謝謝 謝謝 桂英姐 你真的考慮要離開王葵嗎 哎呀 桂英姐 你可要想清楚啊 你真要退出了 還有回頭路嗎 你會後悔的 為了幫助相公的復仇大吉 我也何妨再委屈求全 等到相公他大仇得報 我再回頭找他重續前緣 求得我應得的名分 也不會太遲啊 哎呀他現在都娶了別人了 男保以後 他不會來個死不認證啊 嗯 春夏妹 你以為我們兩個 真的是沒有媒品 撕下苟河嗎 你看 這支髮簪 好別是這髮簪哦 是他送你的嗎 嗯 這是他們王家的傳家之物 嗯 那真要打起官司 告他使亂中氣 他可是賴也賴不掉哦 怎麼會呢 我相信相公跟我 會恩愛不渝 絕對不會有 對不公堂的可能的 如今連小姐也知道 姑也在外頭有女人 相爺 我們面對小姐還要洋裝下去嗎 不錯 不但要洋裝 而且要洋裝到底 老夫萬萬沒有想到 萬兒愛王魁 竟然不像那個女的下跪都行 對我們的行動是利還是不利呢 當然是大吉大利 如果王魁跟那個女人死在一塊兒 萬兒必定認為他們倆是殉情 那他們就懷疑不到 至老夫所為了 那屬下就去積極部署了 好 奎哥 你回來了 來 試試看 好 坐不可身 好吧 又長了 奇怪 你好像不想做給我穿飾 姑娘 有您那一封信 奎哥 桂英姐 你真的確定要不辭而別嗎 要是相公知道她一定不會讓我們走的 沒錯 明知道我不會讓你走 你為什麼還要走 春香美 我沒通知她 一定是祝兒 我 我沒有 我才不理會弄姓王的死活 春香美 你跟祝兒到十里霆去等我去吧 你們不必離開 有我在 桂英根本走不成 不管你們是分是合 我跟春香都不方便待在這兒 春香 我們到十里霆去吧 走啊 今天你不把話說明白 休想離開 娘子 你為什麼要不辭而別 你是不是對我這樣的安排 有什麼不滿 你可以探出來跟我商量啊 沒有 我也沒有什麼對你不滿 我只是覺得 我們應該暫時分開一段時間比較好 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這總有個理由啊 沒有 我只是希望你完成你的復仇大計 我不要你為我分心 復仇歸復仇 愛你歸愛你 這根本是兩回事 怎麼會分心呢 走 你讓我走吧 今天不跟我把話說明白 我是不會讓你走的 這算是什麼 刑場上也要審判定罪啊 我不想就這樣糊里糊塗 莫名其妙地失去你 就像我王山一門死的不明不白 相公 你不要光咬頭啊 你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是不是有人逼你 不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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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子 楊子 你讓我走 這門怎麼打不開呢 這門怎麼打不開呢 這 這後面怎麼了 櫳音姐怎麼還不來啊 陳香你看 那邊著火了 哪裡啊 那兒嗎 那裡 那個方向不是貴鄉雅筑嗎 糟糕了 快走 相公 怎么办啊 我们撑出去吧 让我来 注意小心 闺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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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姬姑娘 闺姬 闺姬 闺姬救我 救命啊 闺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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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闺姬姑娘 闺姬 闺姬 闺姬姑娘 闺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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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死沒那麼容易 你哪來的這麼多仇家 你到了臨安還不安分 是不是為了什麼女人跟人家結仇了 這把火怎麼只燒到你手上一點皮肉上 為什麼不燒到你的小白臉 我也很想知道 到底是誰一而在的對我暗下毒手 那封信 告訴我 桂英要走的這封信到底是誰寫的 這信不是我寫的 也不是春香的字跡啊 這字跡在天光之下會發露 這表示墨裡面加入了朱粉 這是上好的貢品 盛莫所述 你謀者是朝中仲誠 我寫的真的不多只盼望能夠 在愛的歲月裡飄不久 我不能重逃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 明明做 怎麼樣我娘子醒了沒 這個你放心病人的病並無大礙 我還得恭喜一下相公呢 喜從何來啊 剛才大夫 只能出桂英界有戲了 是啊 娘子 大夫說我快要當爹了 相公 相公 我們不要再報仇了 我們一塊逃跑 我們跑到天天海角去 我們生下我們的孩子 然後我們的孩子 再生下一大堆的孫子 相公 我們不要再報仇了好不好 娘子 娘子 我們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那個元凶主謀已經發現了我 狄暗魔命 我是無所斷刑了 必須和他決一生死 可是我擔心因此會連累你 我現在不但不勸你留下來 而且我讓你逃 逃得越遠越好 相公 現在情勢正這麼危險的話 我怎麼能夠丟下你 不顧你的死活一個人逃呢 不 我們一塊逃 一塊逃跑吧 娘子 聽我說 如今我是朝廷命官 他一定不敢光明正大地對付我 要是我器官逃跑 我就犯上了欺君大罪 那才叫自絕生路 你懂不懂 這 這怎麼辦呢 我怕我要是我一走的話 就再也看不到你了 相公 我怕 走 走得越遠越好 做夢 想趕桂英姐走 你做夢 川香妹 相公的意思是 她的說死我全聽見了 簡直是鬼話連篇耶 她現在是知道你懷孕了 不想負責任 想把你甩得遠遠的 越遠越好 來 春夏 可是 好像真的有人要放火燒死他們 什麼元凶主謀會發現她 怎麼可能會發現她 她叫王仲平 除了咱們四個人 就只有天之地之神鬼之 我們又沒出賣她 什麼人會發現她的身份呢 可是 怎麼有人 會想知相公於死地呢 依我看 多半是那個崔貴多行不易 那些醜家動她不得 只好把賬算到她女婿頭上了 春夏姑娘 這樣的理由 也虧你想得出來啊 你們不覺得這個理由 比她的理由更有可能性嗎 桂英姐 你說 你想不想殺死崔貴 想不想 想不想啊 這就對了 不想得有多少像你這樣子的人 潛居在林安城 他們動不了 除了有侍衛隨身保護的崔貴 總動得了 這個獨來獨望 撕毀情人的相府交叙吧 你說夠了沒有 一定是不可理喻啊 怎麼 扯開嗓子開始罵人了 是我看穿了你的心事 你惱羞成怒了對不對 桂英姐 我早就跟你說過了 那個崔貴人怎麼可能會低聲下氣地跪著求你呢 天下 天下 不是他指使的還會有誰呀 王兒來過這裡 夠了 你還想裝作你什麼都不知道啊 啊 信我 你真是令我作惡我 你給我滾 滾 天下 媽 娘子 你千萬要相信我說的話 桂英姐 你不能再相信她的藉口 你想想看 她明明知道 崔貴是你的滅門死仇 居然連崔貴的女兒都敢娶 她置女於何地呀 現在知道你懷孕了 就要趕你走 這不就是父親和屎亂中心的一塊伎倆嗎 娘子 這些 不過是春香憑空益測之語 她一定是在妓院待得太久了 思想已經早火入魔了 姓王呢 哎 我告訴你啊 你如果敢再對春香這麼出言不遜的話 我會讓你好看的 你們住客 你們住客 你們通通住客好不好 你們讓我靜一靜 靜一靜好不好 你們住客 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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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哪 她到相府看洪公子去了 王兒妹妹 王兒姐 談了那麼久 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 我今天一定要學會這些職法 我要使自己變成一個琴棋書畫 樣樣精通的女子 因為奎哥喜歡這樣的女子 我不能讓她失望 來 再來 這樣力道不夠 你來談 我按給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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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婉兒 奎哥 婉兒 你沒事吧 王奎 我不會知道貴嬴的下令自然是洪諾在搞鬼 我犯不著跟婉兒撕破了臉 而是該拉門婉婉兒孤立洪諾才對 你為什麼這樣打婉兒 你不給我個交代的話 我就要… 你就要命過下令對不對 好 你去告我 我今天敢出手打人 就不怕人前平禮 好 要平你 你就說出個道理 你為什麼打我 王奎 你真的要我貪開來說嗎 難道就不怕你臉上掛不住嗎 你說出來啊 我沒什麼好怕的 我已經盡量的抽空陪你 就請你安安分分做我的妻子好不好 我什麼時候不安分了 王奎 你沒事的跑回相府來 你跟洪諾 那就不必掛天理下之邪嗎 洪諾現在是我大哥 可是他曾經是你的未婚夫 王奎 你休想破壞我跟婉兒的兄妹之情 我跟她是清清白白光明磊落不怕人家講的 不錯 婉兒 我趁著剛才我出手打你 是太過分了 可是 我剛從生死邊緣掙扎回來 我只渴望見你一面 你說你從生死邊緣掙扎回來 這話怎麼說呢 我到東郊里內 開往一位朋友 差點被人作火燒死 什麼人會這麼做 我也很想知道 什麼人想燒死我 可是誰會知道 我在東郊里內 有那麼一位朋友 婉兒 我历劫歸來 只想見你一面 沒想到 你去跟洪樂出雙入對 我實在忍無可忍 所以我才 奎哥 這是一場誤會 你誤會我了 但是我並不怪你 奎哥 你那位朋友脫鞋了沒有 幸好沒有人傷亡 那我就放心了 婉兒 你為什麼不問問我 那個朋友是什麼人 我還要去跟他 你怎麼會 你也知道我的苦衷 她是我十三多年的 原配妻子 我不能這樣 就把她棄之不顧 婉兒 你也不希望 我是一個寡情博弈的丈夫吧 這些年來 她受盡苦難 我應該好好地補償她 過些日子 我就會把她送回家鄉 只是 這段日子 委屈你了 我自覺 對你萬分愧疚 一直無言以對 所以 只好天天買醉 夜夜遲歸 我一直以為你 你是故意在冷落我 敷衍我 想不到 你的內心是如此飽受煎熬 其實你早該告訴我這些的 因為 我太在乎你 怕失去你 所以我不敢講 我還是不想走 我才能不夠 你 我女人 是一 sweetheart 我現在要想看我 你心跳的 我心跳的 我心跳的 真的不躲置彭徨 能夠一生一世 我心跳的 你不讓我看你 她的小月你飄搂 你不動 你不動 我心跳的 不動 我心跳的 我心跳的 可是,每次你都急著為自己辯解,否認 弄得此地無銀三百兩 婉兒,你不能中了王魁挑撥離間之計 他知道我在幫你 他想剷除我,來鼓勵你 你懂不懂啊 還有,魁哥從來不在背後說人閒話 好 你要知道 日久見面些 我會撐住 我會挺著 直到最後有氣 婉兒 我會等你清醒過來 好 我真希望我就是縱火的人 我一定會把你燒死 為什麼沒有把你燒死 為什麼 你沒聽說過禍漢一千年嗎 我就是禍漢 我竟然讓婉兒熱護上身 你也太抬拒自己了 就算不是你做的大媒 婉兒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 我是有計劃的拆散你的婉兒 最狠毒的一次 就是在你臨考之前下了迷藥 別不自量力 你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你前方百計得到婉兒 你為什麼不好好珍惜他 可是他受騙挨打之後 還是甘之如癒 我並沒有使他痛苦 汪鬼 你到底是不是人 你怎麼可以泯滅良知 把一個深愛你的人 玩弄於鼓掌之間 這叫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我了解婉兒對我的迷戀 所以我可以把他搓著圓 揉著扁 誠如我了解你對婉兒的痴情 所以我可以折磨婉兒 來使你追心氣血 我無人生 王愧 我跟你無冤無仇啊 可你是我的絆腳石 可你是我的絆腳石 你說 你該怎麼樣對付你的絆腳石 我會閃開 可是你 會把他鏟除 對不對 龍路 我怕你活不長久 不能夠看到婉兒的下場 你想不想預先知道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崔貴是我娘子殺父滅門的仇人 我娘子因此慘遭官賣為己 真有天理暴力 你說 崔貴的女兒 該遭到什麼樣的命運 不要太激動 你可以不必在乎我說的話 你明知道我是故意刺激 你可以選擇不放在心上 有爆發嗎 腦中身子 不是說好 要跟我纏鬥到底的嗎 我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沒柴少 你吐这么多血 真可怜 我是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的人 你曾经救我一命 我不会见死不咎 这么年轻 怎么毫无复原之力呢 前些日子不是好多了吗 怎么会突然发作 而且又吐了这么多血 这个肺牢素剂 最以泛于春末秋初的季节交换之际 如果病人又做了粗重的工作 或者是受到什么刺激 那么就更容易使他的肺部血脉爆裂 好 坐下开房子 粗重的工作不可能 至于刺激 今儿个早上我还看见少爷好端端地在花园里 叫小姐弹琴呢 大夫 请 宛儿 宛儿 是不是你欺负宏洛了 我 不 都怪我不好 我不该蹙海声波 对花园交情一事大发雷霆 指责宏大哥与宛儿毫不避嫌 我完全拒绝了他们爱人的兄妹之情 我 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洪公子一定是被我弃坏的 不 洪洛应该是被我弃病的才对 我曾抑制他就是企图要烧杀你的凶手 宛儿 我火场历劫归来 指责你跟洪大哥相会 那是因为我心浮气躁 促进大气 可是我没有因此就认为洪大哥可能是凶手 你怎么会误会他是凶手呢 我 我就是以为 只有他跟我知道 你要到东郊附近去拜访朋友 那除了他还会有谁呢 不管是任何人 绝对不可能是洪大哥 你想想看 要不是洪大哥成人之美 撮合你我的美满姻缘 他为何要无端加害于我 害你少年双广 这对他有何益处呢 洪大哥绝对不可能有行凶的动机 我真糊涂 我做事怎么老是那么鲁莽呢 好了 宛儿 你知错就好了 你们也真是 洪儿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的 什么宛儿贤婿的很鲁莽 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杰逊啊 你这回火劫之事 倒是有点奇怪啊 我看要赶快把这个凶手给找到 不然以后麻烦会很多啊 对对对 是不是你以前跟什么人结过仇啊 没有啊 或许是小婿不安官场世道 无意之间得罪了什么人 嗯 老夫会派人去详查明白的 好 洪落被吻儿祈祷 分明是王奎暗世所致 他竟然剑刀杀人 事后却一概不认 真是奇形可怖 不管他是不是王仲平 日久也将是仰虎为患 相爷 这王奎实在是福大命大 属下一再暗算不成 他亲生提防 就更难以下杀手了 那老夫只有化暗为名 不成功了 虽然 先从那个女的下手 也许他知道王奎的底细 如果到时候 他肯把真相招出来 提出证据 那咱们就如同是囊中取物了 这时相爷 辣义灭亲 恐怕难免跟小姐父女反目成仇了 莫非这是造化作弄人 老夫就只有婉儿一个心肝宝贝 竟然一时失策 让他尾身财狼 你还在这干什么 相爷 武师大寿已尽 如何庆祝 王奎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我哪有心情庆祝 好了 这往常的办就是了 是 王儿 希望你能够了解为父的恐重 王儿 我早就原谅你了 你去吧 把贵阴姐安顿好 免得被我爹发现了 到时候就算我保得了你 也保不了贵阴姐 你真是善解仁义的可人儿 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我马上就把贵阴安排回乡下 你再忍一忍 我终于把这件袍子缝好了 来 试试看 你可别怪我手艺不强 要怪啊 多怪你没给我好好挂爱你的时间 以后时间长得很 不用急 慢慢来 我要走了 还是再去请家娘吧 少爷 您醒了 来 吃药 红中啊 婉儿呢 我想看看婉儿妹妹 您别提婉儿小姐了 您提婉儿小姐 我替您不值啊 为什么 您对她这么好 她竟然还误指你要陷害王奎 还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我不是在气婉儿 我是在气那个王奎 您要是提到王奎的话 我就为您更不值了 少爷 您明知道她在外头养了个女人 您只要灭过相爷这件事情 不要她一条命 也要拔她一层皮啊 我们不能这样抱负王奎的 这样的话 大家都没有好处 反而会伤了婉儿的自尊心 回京之计 只要让她改过自新 善待婉儿 要是她不领情呢 您就这样子给她气到死为止吗 她到底对您做了些什么 说了些什么 为什么您会气到吐血呢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崔桂是我娘子杀父灭门的仇人 我娘子因此惨遭关脉为绩 如果真有天理报应 你认为崔桂的女儿 又该遭到什么样的命名呢 我不会被王奎气死的 我要撑着最后一口气 我一定会好过来 我娘的真的不多只盼望能够一生一世 不得人家风里人家雨里人家爱的岁月里飘着我 我不能重逃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 在 在 您没有听到大夫在说吗 洪落已经没有恢复的力量 只有挨一天是一天 老夫看 她也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了 任她自生自灭 不过目前当务之急 是要先找到王奎的那个女人 相爷放心 属下早已准备妥当了 我娘子还好吧 她们已经走了 你不知道啊 水 苏大娘 我想麻烦你替我开一开门 我这布料不够了 我去买一下就回来 去吧 我会替你看着的 谢谢 香香桂花糕 来啊来啊 绝对好吃 保证好吃的桂花糕 来大神 来 桂花糕 谢谢 谢谢 你这个死猪脑 我早就跟你讲过桂花香会不够 叫你多大爷 你不听啊 多大爷你会死啊 对了对了 我就是怕死 我死了你就变成寡妇 好去找姓王的这种小白脸是不是啊 你要死了 是不活 别跑去哪里啊 不要跑 你干什么 你跑到哪里去啊 不要跑 好了 回去拿就回去拿嘛 这么凶干嘛 还得罪 快回去拿啊 谢谢啊 下次再来啊 春香 都算找到你了 你不是主心激烈要甩掉我们吗 现在又来找我们干什么 春香大姐 不敢 春香姑奶奶 春香姑奶奶 我就求求你告诉我娘子的下落吧 你不是谁谁带上来的 你带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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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夜裡我為你 哭了又笑 甘心來陪你 隨命運動到夕陽 只求抱緊你的誓言就好 以為愛已隨你 淚去之後滅了 從今以後我什麼也不知道 命運的作夢 對我到天涯海角 就是斷不了愛恨糾纏的煎熬 誰叫我為你 神魂顛倒 携著身不由己的 苦愛之鐘票 愛你 恨你 又想你 是我自己願意走這一招 誰叫我為你 神魂顛倒 說過要放開了手 自己又不停回頭搶 愛你 恨你 又想你 愛你 天涯海角